早在张文顺老先生的告别仪式上 就能看出谁才是德云社的忠臣孝子 悲伤到不能自已的师娘 一下一下叩数着德云众人 即使身在灵堂 但郭德康始终都不愿相信 那位和自己有着忘年之交的老先生 就这样离开了自己 虽说张老先生的离世 让郭德康悲痛不已 但私人已逝 活着的人更应该朝前看 或许是为了完成张老先生的遗愿 一或者是为了向大众证明 当初张老先生并没有看错人 郭德康带着这帮徒弟们 更加努力的去说相声 部分同行的打压 相声行业的虚假繁荣 可即便如此 郭德康曾经的相声梦 也慢慢的在一片泥泞中 开出一朵画 小剧场的成功 观众的支持 让德云社这三个字 假意互晓 以至于王慧回想起当年卖票的情景时 没能忍住 眼中的泪水 我们也学徒 然后带着我们卖票 观众挤的 给我们俩挤的厕所去 对 我们都不敢卖了 因为把门给拍平了 几岁了玻璃 也是好事 那是初见火的时候了 对 05年的时候 或许观众的支持 才是推动向日发展 强有力的臂膀 但在成名之前 郭德康也曾在无数黑夜中 挣扎前行 为了能挣点钱养活德云社 郭德康心甘情愿的 被关在橱窗里48小时 或许在这48小时里 郭德康回忆了自己人生的种种 又畅想了未来美好的生活 可即便这样 这段辛酸往事 也成了儿子郭麒麟 从不愿意去看着回忆 哪有儿子不心疼父亲呢 看着为了生活 独自咽下委屈的父亲 郭麒麟怎么可能不心疼 好在如今的德云社 蒸蒸日上 父亲虽说年过半百 但无论是在向日舞台上 还是京剧舞台上 自家父亲都能找到 让自己开心的事情 当初吃的那些苦 也成了回忆中的甜 虽说在成功的路上 郭德康遇见过 许多的坎坷和挫折 但好在郭老师 从未向过放弃 也正是这样的坚持 才能让德云社 有了如今的成绩 梅塞德斯一万八千多人 对 体育馆 达清朝末年 开始有了相声 哦 这个行业 也没有在这么大的 场馆演出过 太大 谢谢大家 您各位见证了 中国相声史上的 神奇的一幕 来 这是第一回 江山父老能容我 不使人间造孽前 郭德康遇签代表德云社 四百多相声艺人 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 谢谢各位了 谢谢 一万八千人的体育场 上座率达到百分之九十 方言整个相声界 能做到这般成绩的 除了郭德康遇签 也找不出第三个人了 如今德云社的盛况 也算是圆了 在马三立老先生的遗愿 当初我爸爸有这句话 都是咱这相声观众 要有球迷那么多 那就行了 这点德康做到了 必有 对不对 不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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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能被相声前辈 马之明如此认可 德云社的实力确实不容小觑 从寂寂无名 三次北漂的相声新秀 到如今的德云社的班主 郭德康这一路走来 遇见了太多的贵人 但能有如今的成就 也离不开郭老师的努力 圣哥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 德云社能在郭老师的带领下 越来越好 你喜欢这样的德云社吗 评论区里告诉我吧 今天又是期待酒粮 来看我视频的一天 喜欢的话点个关注呗